Hello,大家好 今天繼續想跟大家講 香港學校的制度有多可怕 分三個層次去講 第一就是 現在香港學校校本管理的情況下 到底面對著什麼問題 第二,我認為應該怎麼改革 第三就是 在這麼可怕的制度下 我們也要生活的 也要生存的,是不是? 那我們怎麼可以幫助我們的小朋友安身立命 怎麼可以讓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呢? 首先,第一個問題 校本管理本來是好的 當年董建華改革的時候 校本管理就是把學校的權力 放回學校自己去管 以前很多時候教育局自己去讀學 自己去試學 讀學試學當然是荒謬的 怎麼是荒謬呢? 就是我們以前做小學中學的時候 學生我們都知道 明知教育局有讀學來的 老師班主就跟你合理了 平時你睡覺都跟你說 如果誰睡覺 就很嚴重了 如果誰睡覺的話 就會有什麼問題 有後果的 但是就不睡覺了 然後再派了一些問題給你 準備 讀學來的時候就舉手發文 就好像每個人都說 哇!這間學校這麼積極的 電視台來拍的時候都是這樣的 這些就荒謬了 但是交給學校管理當然是好的 但是前提就是真的由學校管理 現在交給學校管理就不是由學校管理 由校長一人管理 變成了威權制度 精英管治制度 家長式管理制度 在政治上 家長式管理制度已經很荒謬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需要民主了 當然如果那個學校校長 是開明專政的 是好的 那學校校證就管得好 但是問題是如果那個學校校長 是私心過大 或者 欲速求達的 那就變成了很多反效果了 這正正是家長管理和民主制度的分別 現在結果把家長管理就帶進去學校 荒謬 因為沒有制衡 為什麼沒有制衡呢? 我現在講一則新聞 自從李東海小學校長 現在躲起來說自己是有精神困擾之後 大家對校長 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竟然有百多個校長是聯署 大家說沒有人是想過校長的立場 只是說幫教師 校長也很大壓力 那又爆了兩宗醜聞 也是東話的 東話這陣子真的是 風聲鶴唷 第一宗醜聞就是徐展堂特殊學校 就是大家 特殊學校我就不熟悉了 我就不講了 另一宗就是辛亥年中學 我做過中學校董 那麼我可以詳細講 辛亥年中學呢 他說六年裡面換了二十幾個老師 有些老師是合約 不續約 有些老師就是被辱罵 然後最後離職的 話說副校長管了所有的生殺大權 而校長 放任不管 快要退休 即將咬了 在這種情況下 副校長的亂症 這些不僅是一間學校 我聽無數的這些故事 很多同事同工跟我們說 校長副校長怎麼變態 但是最後 很多教師是有抑鬱的 有些 好一點的就會離職 有些不好的輕生自殺 不是一單半單 已經是很多單的了 已經是 在這種情況下 為什麼會造成這些魔鬼呢? 這個是跟校董會結構 組成有關的 校董會分開幾個組成 第一就是法團校董 比如說東話 東話有些總理 總理夫人 多數都是總理夫人 那些人在社會名流 其實沒有時間去參與校正 也不懂得校正 間中離開一次會 還用間中不到 大時大節才來剪彩的 有些總理夫人完全是沒有這方面的認知的 他們委派一些獨立校董 獨立校董好一點的 可能是醫生 可能是會計師 律師 或者是我 有些委派過我去做 我們可能會積極一點參與 但是我們也是無薪的 無償的 結果我是有參與 這個教育局提供一些校董課程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不會 他們已經是醫生、律師、會計師 很忙的 怎麼會有空去搞這些事情呢? 其次就是有這個 主要構成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有些比較積極的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 教員校董 其實一個如果合理的健康制度 教員校董就應該有免責條款的 就不怕被校長抽喉算帳 甚至乎教員校董就應該可以跟校監校董會直接溝通 但是九成都沒有的 結果教員校董開會就是跟校長一起開會 你不會兜兜兜兜你的老闆 他坐在你旁邊而已 所以教員校董大部分就淪為 就是在開會的時候 就是在開會的時候 真的 拍一下印 就是針查遞水 結果是幫校長處理文書而已 他們發揮不了監察校長的作用 那整套事情沒有制衡的情況下 校監又為免麻煩 所有事情都交給校長的了 有投訴 校長你自己處理吧 是不是? 因為他如果要換校長 輪選委員會 又是很煩我參加過輪選委員會了 那麼校監多數都是叫校長自己解決的 所以校長在沒有拼藥的制度之下 他往往如果得到信任 就做到一輩子 做到退休的 在這種情況下就容易攬拳了 因為沒有制衡的情況下 校長的角色就是一次性的 而不是多次性的 因為他一次性是爭取到校監的信任 校董會的信任 他就能夠做到最後的 如果他是多次性的 連環博弈在博弈論裡面來說 那麼他就會考慮 他今天留一線 日後好相見 凡事太盡 緣分勢必早盡了 在這種情況下 他就不會搞得這麼過份 現在的校長當然有他的壓力 壓力是來自哪一件事呢? 聲Banding 有些家長的要求 第二就是 收生的危機 因為事實上 香港的出生人口很低 越來越低 那麼前幾年有雙飛救了小學一命 後來梁振英殺了雙飛 所以接下來中學 又會面對一輪的殺校潮 因為真的收生不足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學校就搞好後悲 搞好他們的校證 所以搞好一點成績 量化 就迫到學校老師就瘋了 不斷地做很多量化文件 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 對著一些幫不了校長的老臣子 就用了打壓的手法 不斷地查保、改卷、查卷、時學、官貨 去佔好一些老師正常可以教學的時間 造成很多不堪 我之前有兩段影片專門講的 你可以重看 那麼這個制度當然是不堪 當然是可悲 但是你問我怎麼解決 最好的方法就是 都是學卷制 學卷制就可以 解決了 因為現在的制度是很荒謬的 就是用派位制度 派位制度是完全是資源錯配的 譬如說 有些家長想子女去Happy School 結果派去精英學校 就被捕死了 最後有學生就是因為這樣受壓力 自殘身體也有 跳樓者也有 多可悲是不是? 所以最合理的方法就是用自己去報名 全部變成直資 全部變成直資不是直資學校 不是現在香港那種的 是直資學生 學生每人拿著一些錢 那些錢是學卷來的 他們可以自己選擇學校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學校就可以迎合學生家長的要求 有些學生一定有這樣的需求 每一間區可能都有Happy School 就變成有些Happy School 即使不成績 也不會有收生問題 是不是? 因為學生可以自己扣門 去田園學校也有 音樂學校也有 體育學校也有 最差就是派位 Jupas大學聯招都是這樣的 結果那些學生 就不是 讀他自己想讀的科 而是 派了 他有機會能夠進入的科 譬如說英文系 難入的文學院英文系 那麼教育學院的英文教育系 又容易進入的 結果他們就 將它變成水泡科 進入資源錯配 結果不是想讀的人就讀了那些科 世禅讀書的那些是大時做教書 社會就灰了 是不是? 好像我這樣 這些世禅讀書 現在大時做教書 做了副教授 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越來越 古靈精怪的 制度 所以最好就是用學卷制 但是學卷制又會造成門閥 有些人會擔心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想讀精英學校 有些有資源的 贏在起跑線的 從小到大訓練他的 那麼他當然能夠進入名校了 機會大過一些中產 甚至乎大過一些基層家庭 那麼這個就要有哲學 所以為什麼要懂哲學就是這個意思 可惜我們香港的公務員是不懂這些 我們的政府問責官員也不懂這些 也不問責 Michael Sandel 哈佛大學的哲學教授 其實已經論證過哈佛大學的修身制度 為什麼要符合公平 而怎麼樣才符合公平 結論就很簡單 公平就不是每一個人在同一條氣泡線氣泡 公平應該要考慮你的家庭背景 考慮你的社會地位 去訂立不同的氣泡線 等於打拳 不應該所有的重量一起打 那麼他們一定會打死人的 跑步 排球 足球 不是男女一起去踢 一定要分男女組 因為要考慮你自身先天的能力 或者後天一些客觀的因素 去訂立起跑線 所以哈佛大學的修身 就是考慮你的家庭收入 膚色人種 譬如說白人 會修身高一點 因為白人傳統的社會在美國 二百多年是比較優勢的 他們很多父母 都有讀過大學 甚至乎有讀過名牌大學 所以譬如說哈佛 你白人考考 要95分才考到 黑人 他們的父母很多沒有讀過大學 甚至乎就算讀 都是讀一些以前的黑人的大學 種族分隔的大學 所以他們可能85分就可以了 如果華人 以前華人可能就要92分 又再低一點 或者高一點 不同的 就是考慮背景以前的華人 可能80分 或者85分就可以了 因為他們是華工的後代 所以基本上沒有讀過書 甚至英文都不懂 所以考低一點 但是現在的華人很多時候是富二代 所以現在變成90多分 在這樣的情況下 香港也可以學習的 譬如說用一種扣分制或者加分制 如果你父母 小學程度就加15分 你父母的中學程度就加10分 博士的可能加0分 那就公平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因為 就不會出現了跨代貧窮 或者跨代進不了精英名牌學校的問題 就可以考慮他們的能力 去進入 結果進入的時候 就可能考到獎學金 在這樣的情況下 又可以出現了 第二第三個 不會埋沒到他們的天分 因為有些 可能家庭不好的 但是他們有天分讀書的 就讓他們讀好一些書 所以這是我的建議 好了 最後一個要說 就是你的 家長應該怎麼幫到你的小朋友 家長幫小朋友是最重要的 我之前說抽象的 就是改變自己的心態 但是今天講具體一點 因為制度是不堪 不是每個移民島 我們要面對的 我們要處理的 首先第一 你要對自己的小朋友做一個評估 客觀的評估 可以找一些專家 找一些社工各方面去評估 你自己也可以看書去學習去評估 到底你的小朋友 是不是真的適合 在精英制學校裡面讀書? 如果不是 學校就升級級的 那你真的要考慮 勉強有時候真的沒有幸福 離開公主王子才有機會向前走 那 一家區裡面肯定是有一些學校沒那麼高的 你可以考慮幫他退學 小一派位的時候可以考慮去報那些 真的沒那麼高的 或者如果正在讀書 我以前有一個學生的女朋友 他真的不行 他的天分是很弱的 他從小到小就升級 考試有時候可以的 但是他的記憶是短暫的 考完三天之後 所有東西都忘記了 他每次考試 可能你升級到很厲害 他考到 但是他三天後是忘記了 他讀書是無心裝載的 記憶是弱的 領悟能力是低的 靠死背 每次是勉強應付 但是壓力很大 後來就是有病 情緒病 那麼他家長跟我說 就是說 不要再給他讀女伯了 你這樣害他一生的 最後後來他換了一家學校 就如如得水了 他有其他天分 他那個小朋友的藝術很厲害 他畫畫很厲害 每個小朋友有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盡還浮來 你就衡量一下他的天分在哪裡 他如果是運動的 就是我有一個 唐... 嫉... 他... 不是,唐外生 他的天分是很厲害的 踢球 那麼我的唐姐姐就把他的踢球踢了 不需要讓他這麼好的 一定是考試考到第一的 不需要的 就是放任 然後運動方面就比他最好 是不是? 將來做不到足球員的 就做足球教練 餓不死人的 是不是? 就是... 也不一定是最後做這行的 世事的事情很難說 誰知道呢? 誰知道 小朋友的前途 是有無限可能的 所以... 我的建議就是 首先要做一個評估 其次了 就算無論他怎麼樣也好 我覺得小朋友有閱讀的習慣 都是幫到很大 我小時候是不讀書的 我學校的成績是全部考很差的 但是我中文科、中史科 就長期考很高分 也不是長期的 因為有時候我的人太過黑人真 我會質疑學校的老師 他出訓卷我最後 為了撿一圈 說他不應該這麼寫 最後是零分 我試過一次 老師就針對我 我撿他訓卷說什麼什麼 然後他有個佛鈔 我最後在佛鈔那裡寫了 為女子弱 為女子而小人難養 我當年中四 後來見家長 這個相當好笑 但是為什麼我會從小到大培養到一個不錯的語文能力呢? 讀書的習慣 國學的基礎呢? 就是因為我爸爸雖然沒有受過教育 他小學還沒畢業 在街市裡面長大 但是我爸爸很好學的 他很喜歡看報紙 他年輕時也做過撿字粒的 很喜歡看報紙 我們家裡每天都有報紙 提了 其次他喜歡看小說 我家裡放了很多水戶傳 三角演藝、金融 我在小六的年代已經翻過三角演藝水戶傳一次了 在我中三的時期 金融古籠已經背得滾瓜爛熟 這些就是家庭教育 所以我太太就很堅持蒙特梭里教學 在家裡有一些書籍 小朋友呢 我現在女兒三歲 她隨手可以拿到的 她每晚會和我老婆說故事書的 爸爸說故事 一坐下就說故事了 有些故事我也不懂的 因為現在有些幼稚園的書 有些英文 坦白說我英文不好 是一個事實 但是我回考也叫做 就是Lograd過了 A-Level也勉強過了 但是有些英文現在的幼稚園 那些英文是深得不得了 我是完全不知道那些英文是什麼 你連中文有時候我都未必可以解決到 是不是? 英文也都難了 就一起Google Translate 一起跟他講英文 講書 那再大一點的 小朋友要建立一個閱讀的習慣 再大一點的 我覺得還有兩樣東西很重要 第一,語文能力 除了講故事之後 要帶他多一點去見其他小朋友 給他講 聊天呢 聊天很重要的 建立人與人之間解難的能力 學習語文 是不是? 四五歲的時候可以講英文 六七歲的時候你可以考慮給他 讀一些風力 甚至乎可以多學一種第三語言 八歲前 語文能力還在 八歲後 學習語文能力 基本上 斷崖式 逐年下降 所以八歲前我認為 學多一種語言 如果你家裡有條件是很重要的 如果沒有條件不要緊 在家裡長期播一些英文劇 播一些 有意義的英文的電視台 譬如說Discovery Channel 播動物就可以跟女兒一起在講動物 大一點可以有時候講汽車 那些挺好看的 講新聞 每天有習慣 如果你是小朋友讀小學的 開半個小時電視講新聞 少看一些無謂的東西 一起親子的時間 去看半個小時的新聞 看完之後跟他講一次 這個是很重要的 第三 要建立一種藝術 或者體育 或者兩樣東西都並存 藝術呢 有時候可以救你一生的 你壓力大的時候 你懂得彈琴 你可以抒發一下 懂得拉二壺也可以 古增也可以 畫畫也可以 無論如何都有一種獨處的 可以自己面對問題的 一些方法 運動也是一樣的 是不是? 要建立一種運動的能力 面對逆境 團隊運動也要打排球 踢足球 第一身體就好一點了 第二也可以 建立他自己這方面的自信 面對逆境球 輸球怎麼去克服 這個很重要 那麼好了 除此以外 就是很閒的 就是讀書成績有時候好不好 家裡功課 因為一起去解決 一起去面對 這樣才能夠去八尺缸頭 更進一步 也建立了親子關係 所以從幼稚園開始 到小學到中學 一起跟他學課程 不要把東西交給補習老師 不要把東西交給學校 一起學課程 每晚和他一起做功課 一起和他溫習 你自己做不到的 不要要求別人去做 我教書也是 我經常叫一些學生背古文 有些學生跟我說 我以前的阿sir 他不會背的 他從來沒有背過我給我聽 我不是的 我一定是背了 然後我才會教學生 要求學生背 你自己做不到 你憑什麼要求別人去做 是不是? 所以你自己 每次測驗考試 你都要懂課程 跟他一起考DSE 我 跟學生一起考過DSE 一起考過回考 一起考過A-level 是不是? 因為你說的容易而已 過去的那些東西 你以前十幾歲做到 不代表你現在三四十歲都做到 那我就跟學生一起考A-level 我告訴你 我也是做到的 我要求你們 一個小時寫到1500字 我寫到1600字出來給你看 是不是? 我跟他一起去練 一起考MARK 喂 這件事情 是需要你去付出的 喂 有家長跟我說 喂 我自己的程度低 你程度低就從小學開始學起了 程度低不是一個藉口 程度低是過去 小朋友是將來 親子關係是現在 一起去建立吧 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 今天肺虎之言 匆匆如是 希望大家一起去反省一下 學習怎麼做一個好的家長 我和你一樣 帶個小朋友來到這個世界 但是我們有責任 將最好的給最好的 今天講到這裡了 請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已訂閱的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繼續支持我的YouTube Channel 多謝 拜拜